看本期视频,现如今,世界各地的交流都很密切,而我国作为文明古国,更是受到了很多外国人的邪爱。 中国男性和美国男性有什么区别?美国妹子毫不避讳,真的是什么都敢说了。 生活环境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,在不同国家受到不同的教育,更是会影响一个人的三观。 据了解,以美国妹子说中国男性,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会照顾人了吧,大多数男生的性格都会比较细腻,尤其是在面对喜欢的女生,非常会照顾女生的情绪。 而我国与美国男生的区别,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在于性格了吧,美国的男生大多数性格都会比较直,虽然可能会更加浪漫,但是却不会很细心,而中国男生相对来说比较羞涩。 平时可能不会过多的去说自己的感情,但是大多数也会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出来,这也给了很多女生安全感,尤其是对于陌生人,我们也经常会伸出援手,这可能也是文化教育的差异吧。 小伙伴,你觉得中国男性和美国男性有什么区别吗?评论区留言讨论吧,如果喜欢本期视频,可以点击关注,爱你哦。